不管是人类还是毛小孩都会经历老化的过程 而宠物的退化性关节炎就是很常见的症状 它会导致行动不便甚至影响到毛小孩的日常生活 而现在在国内就有业者 他们把在分子生物学的专业 结合一份爱护毛小孩的心 研发出能够轻松服用的玻尿酸保健品 一起来看看是什么样的法宝能够照护宠物的关节健康 宠物就像人类一样 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机能也会慢慢衰退 而一般最常见的老化症状会展现在视力 心脏以及关节方面 尤其许多毛小孩就饱受退化性关节炎的困扰 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行动能力 首先因为他们会随着年龄上的增长之后 那狗狗的四肢呢 因为他们的关节是要来负重他的体重 那当他有在走路或者是在行走的时候 当他后肢的膝关节跟髋关节的负担的压力 是他体重的二分之一到一倍以上 等到他有爬楼梯的时候 他的负重能力大概是两倍 下楼梯的时候大概负重能力大概是他的七倍 然后会引起他关节之间的摩擦 那关节之内的玻尿酸会流失 所以他才会造成退化性的关节炎 我们家的Vivi今年已经12岁了 然后因为年纪大 他就是有一些退化性关节炎 严重的时候就是他已经疼痛到 他不愿意走路都喜欢趴在地上 也没有精神 没办法起来吃饭 然后上厕所那些都没有办法 除了因为年迈导致的关节退化 还有一些是先天性的关节缺陷 都会导致宠物行动不便 而现在有许多寺主 会选择使用口服玻尿酸保健品 作为日常保养身体的方式 他今年三岁 他之前一岁的时候 有诊断出膝关节异味的问题 因为医生有说 如果真的程度太严重的话 会需要开刀 开刀的费用也蛮高的 我想说先用保养品去控制 然后想说到目前都还不错 那就继续维持 阿妮现在快三岁 她出生的时候就营养比较不良 因为那时候她脚一直缩起来 不走路就带去动物医院检查 后来那个医生跟我讲说 是膝关节发育不全 所以就建议我们吃玻尿酸 吃到现在大约快两年半了 她走路都还蛮正常的 还会跑 跑得很快 而这样的产品研发构想 来自一对爱护宠物的突破 他们为了寻找能让自家宠物 吃得安心的保健品 便下定决心自行研发 其实当初会研发这个口服玻尿酸 是因为我养了一只黄金猎犬 它在八个月大的时候就瘫痪这样子 那瘫痪以后我就送它去开刀 那开刀它就跟这种 类似这样的保健产品 就是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分 那当初就是会研发这个东西 是因为我先生他们家是做口服玻尿酸的 那就帮泰迪研发了一款 就是动物用的玻尿酸 那没有添加任何的就是防腐剂 以及吸药的成分 那是为了说让他们不会造成狗狗的肝生的负担这样子 业者本身是分子生物学与癌症研究的专家 原本主要生产应用于人体上的保健品 却因自家宠物开启一片新天地 而他们也与市面上其他的保健品不同 采用口服益状的方式 使用上更加方便也更容易吸收 目前来讲因为定计的方式 因为宠物有很多的宠物 他们都有时候去动物医院 他们会吃很多的药 那在药的吞服当中 它很容易就是会把它吐掉 或是说甚至不吃 所以我们在这块上面 我们就把它做液态的 那液态就很简单 就是说我们可以直接让它嘴巴口服掉 或者是说我们可以打到它的食物里面去 那他们在吃食物过程里面就伴随把它吃掉 而他们也持续深入研究 应用自身专业 加上坚持天然的理念 研发出更多宠物日常保健品 为毛小孩的健康把关 另外一个新产品 主要是一个糯粒果的一个部分 那因为宠物在老年化的过程里面 一定会伴随的很多的现代文明病 例如癌症 那在宠物的癌症上 目前来讲是没有任何西药可以治疗的 那另外来讲以保健食品来讲 还是有厂商在出产保健食品 对于宠物的这个抗肿油的部分 可是它的单价又太高 我们一直在想说怎么可以去造福这些狗友们 所以我们花很长时间去寻找 就发现弄物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 而且有非常多的文献数据去支撑 那这个是我们接下来的一个方向 每卖出一盒保健品 业者就会捐出一部分的收入 帮忙动物团体 这份爱护动物的心 体现在他们的产品与经营理念上 期望每位四主身边的毛小孩 都可以健健康康地陪伴我们 度过更多珍贵的时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